云南县的警方在便当盒上出招了 这个是为了要防止民众有这个防诈的意识 打开便当盒 卤得入味的排骨 还有满满的配菜都让人口水直流 云南县警方就是看准不论什么样的族群 每天都是要吃饱饱 所以结合了便当店 推出了十万个应有着反诈资讯的便当 让民众可以留意诈骗的手法 不要被骗 那餐盒上还会特地的印着 汇款前想想这些钱可以买几个便当 希望能够提升民众反诈的意识